我们继续带你来关心今天电子产业的重要讯息了 平板电脑跟超宝比定下半年已经进入了出货旺季了 在新一波的新产品当中 广达是拿下了多家飞瓶阵营的新订单 也渴望带动出货量跟营收同步成长 成为整个NB代工厂商当中的最大赢家 你看我们过去广达这么多年 就算是有一年金融危机我们还是成长 能源有问题我们还是成长 即使面对不景气广达董事长林百里还是信心十足 因为手握满满的订单一举抢下 Google与亚马逊低价平板电脑订单 也要成为飞瓶阵营平板电脑出货龙头 今年出货量上看600万台 年成长率将达到7成 反而更预估单季毛利率有机会维持在4%以上 广达订单满手股价更是红通通 4号上周五收在86.1元 与鸿海股价相差一根停板以内 虽然市场传出广达股价挑战鸿海的声音 但外资法人并不认同 普遍预估鸿海今年每股税后存益约9元 胜过广达的7元 摩根斯丹利更认为 鸿海占较低的本益比的优势 加上下半年营运动能也很旺 因此将平等维持在优于大盘 目标价为115元 看来鸿海与广达代工一哥的宝座 还有得打 东西新闻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